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6月28号开始 整个韩国韩国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就是韩国正式开始了满年龄制度 也就是说12月出生的我 昨天开始突然就小了两岁 所以以后大家就不需要叫我Den叔 叫我Den哥哥就好了 我就是什么不要脸 我今天在给第二季最新公开的出演名单中 因为包含了Big Bang成员Top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Top在当兵期间 因为2016年的西大麻嫌疑缓行两年 而最近因为韩国演艺圈内外 发生太多的吸毒事件 所以对于Top的出演 韩网的反应非常不好 今天根据D社报道 以将决与Top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好兄弟 2014年以将决与女友秘密约会的地点 也是在Top的家 所以Top的出演 应该就是靠着 吴京哥Game的主角以将决的关系空降的 对于D社的提问 Top是否有参加吴京哥Game的试镜 Top方表示 除了Netflix的官方回答外 我们无法给出其他答案 接着D社也指出了Netflix的双重标准问题 Netflix对犯了社会争议的艺人持有严格标准 在法律最终判决之前 他们首先做出了判决 退出旧 暂停僧部 编辑三江家 但是在吴京哥Game面前 他们成了卑劣的人 只要由于能燃烧 其他问题就不再重要了 在质疑 一将决的争议越来越大后 一将决的宿主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选拔演员是导演制作公司的权限 一将也没有干涉其他演员的出演 很多演员都是透过试镜参与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靠关系的话 无法说明 演技又不是很好 也不是有很多经验 形象也不是很好 韩国无感的观众们也有很大的问题 说实话 这种争议只有在论坛很火 在现实社会 就算艺人酒驾吸毒 也照样消费呀 照这样 过几年 语安音也会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样的回归的 Netflix一开始就没有过滤过犯法的艺人 好莱坞那边引起问题的演员 都拍了好几部电影 语安音下车 Kim Theron被编辑 是因为看韩国舆论的颜色 所以才会处理的 因为乙将决与TOP关系好 所以就算不是强力推荐 也有可能是先提到他 让剧组去见见他 如果是导演自己决定的话 发生争议的时候 应该要马上发出声明了吧 不过 如果真的是靠乙将决出演的话 是很傻眼 但是D社为什么只对TOP这么恶意呢 为什么取经由哈江户的时候那么安静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喜欢D社 希望能以一样的标准 针对所有艺人们 对于TOP出演无尽和Game第二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欧包女警频道公开的 持有史上最高忠诚度粉丝团的 艺人前十名 十位Haddy Stiles 9位Eminem 8位Beyonce 10位Lana DeLay 6位Queen 5位Taylor Swift 4位Lady Gaga 3位Erton John 2位Michael Jackson 1位BTS 嘿嘿嘿嘿嘿嘿嘿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是谁 韩国SERBWEI的官方IG贴文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大家留言猜一下 SERBWEI新模特是谁 而韩国网友们留言最多的三个人是 CHAONO SONGANG UTSUNGGE 大家觉得是谁呢 不许? 5位 też要做实声 4位 5位 5位 1位 1位 5位 3位 5位 1位 5位 5位 5位